大家在微信上去干什么呀 我在等电梯 你今天上午是怎么度过的 今天上午是做了体能 你门课自己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吧 但是有些动作没有完成的很好 因为自己体能支撑不起来 然后还是因为这两天都在连续的上体能课 还有就是某位舞蹈老师 他的体能实在是太强了 我现在要去哭牙齿 我要戴隐形的牙套 然后我去哭牙齿 把四颗知识全部都拔掉 现在害怕吗 不害怕 你竟然不怕拔牙齿 又不痛 不会吧 拔牙齿把知识的痛 那也别怕 但是 也许认吧 你有期待戴牙套吗 我想戴牙套 那等你回来以后 我再采访一下你具体的事情 但我怕你到时候会不会痛 也跟我说不了话 OK 加油 因为某种原因呢 我上次拔牙没有续成 然后这次也算是 就专专的也要去拔牙了 然后后面呢 拔完牙的话 我后面会给大家报告的 那大家前辈过了传授经验 要做什么才能消除 把我牙过 好像开了一朵花一样 没有感觉 就 你要把四个牙 你要咬着 我上次也是把牙四个牙 你要咬着四个棉花 你就要一咬着 然后后面你自己就好 要把 咬四个棉花要每天 两天都要一直咬 怎么可能不过有就好 我们就可以收牙了 哦我有 哦要你会出现 对 像个十年猪一样 不那么大一颗 下面四个柱子下四 哈喽家人们 今天刚刚也是去拔牙了 然后之前我不知道 我到底拔什么牙 本来是 我以为我拔是吃 结果 我拔的是正极牙 我也不拔大牙 然后拔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嘴都歪了 好痛呀 坐在车上给我痛哭了 家人们今天就不宜多说话了 再见